新店开业不要在马路上发传单 你要在抖音上发传单 现在我来教一下你如何在抖音上发传单 并且让你周边这六公里的人 都可以看到你的视频 并且比你这种发传单的效果还更好 不可能吧 肯定可能啊 你看一下你们现在发传单还有人接吗 你看刚刚发一个传单别人都把它扔了 你印一个这个东西也要几百上千 还要你们这个人工成本 现在我来教你如何在抖音上发传单 并且效果更好还更省钱 你首先你用你的手机拍一个这个开业的这种视频 然后你过来一下 拍这个视频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去访别人那种团单的这种拍摄方式 就是比如说你先设计一个这种引流产品 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9块9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降压 然后把它拍出来 第二步你打开这个抖音 然后你把刚刚拍好的这个视频 那个放在这个抖音上面点击下一步 然后在这里把你的开业信息写进去 比如说新店开业降压9块9 然后呢你就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下你店里的定位 这样的话呢别人刷到你这个视频的话 就可以直接导航到你店里来消费了 发布了之后还有第三招就是你要去推广 因为你自己发的这个视频可能就有几百的一个播放量 除非说你拍的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推广了 那摄音师再过来一下 假设这个是你的一个刚刚的一个开业的视频 对吧 点击这三个点 然后选择这里有一个上热门 点赞评论 在这里你选择自定义推广 比如说你的你餐饮店肯定不分男女 对吧 就不需要选 年龄也不需要选 然后地域你就要选一下 选择一下你的这个附近的六公里 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这个投放时长 你不要选择两个小时 你也一起听一下 你一定要选择24小时 因为你时间越长 它抖音能够给你推送的这个人群的这个时间 就比较充足 就是相当于周边六公里 有好几万人可以看到你这个开业的视频了 是不是比你发这个传单效果更好 而且更省钱 你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不要发了 太冷了 不要发了 没错 到店里吃个饭吧